I'm not ashamed to owe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今天的问题是,成为耶稣的门徒会有代价吗? 或者说,为了成为耶稣的门徒,我有什么可能不得不放弃的呢? 你好,我是Tim,是加拿大多长多东部基督教会的成员 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学习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第十八到二十二节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 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无理有洞,天空的飞岛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能我先回去买账我的父亲 耶稣说,任凭死能买账他们的死能,你跟从我吧 那么在昨天的学习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治愈了彼得的岳母 以及一些被恶魔附生的能 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今天的学习 它看起来,这个故事是在昨天的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之后发生的 但是如果你阅读路加福音的第九章五十七到六十二节 也是今天阅读的,唯一其他福音当中有记录的 然后再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 而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记载有彼得的岳母被治愈的其他的记录 你就会发现这些故事在上下文当中实际上是分开的 那么这些有矛盾吗? 没有的,因为马太,马可,路加或者约翰 他们都没有声称要给我们一个关于耶稣事故的完整的年表 有时候我们可以将时间框架拼照在一起 有时候作者会清楚地表明这些事件是相互关联的 但是我们阅读福音书时 不要认为他们给了一个按照时间顺序的记载的事件 因为他们实际上并不是的 当你比较其他福音书的记录时 会看到即使是本章到目前为止所学到的三个奇迹 他们并没有说背靠背地发生 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就会被一些所谓的圣经批笔者误入企图 他们声称这一些充满了矛盾 因此在今天的阅读当中 我们看到耶稣被许多人所包围 所以他命令他们离开到另外一边去 那么你可能会问 到什么的另外一边呢? 如果我们读到本章的第28节 我们会发现 当他们到达另一边时 他们是来到了加利利海东边的 加拿大加大拉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命令 他们要穿过加利利海 那么在路上有一位文士来告诉耶稣 无论他走到哪里 他都会跟着耶稣 现在对我们来说 如果我是一位伟大的老师 并希望能不能像耶稣一样跟随我 那么我们会很高兴 有人想跟随 我们可能会认为 这表明这个人有较大的信仰 想要跟随耶稣 然而耶稣的回答是 湖里有洞 天空的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那么我们与耶稣之间的区别在 耶稣可以读到人们的心 而我们却不能 在第十八节告诉我们 耶稣的周围有许多人 所以耶稣被认为是一位 著名的重要的教师 福音书当中的文士和 法利赛都被描绘成 喜欢被关注的人 希望能不能给予他们赞美 所以说与一位受欢迎的老师在一起 可能会更容易得到这一切 他可能也认为 和耶稣走在一起 不会有很大的困难 而且可能会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但是耶稣告诉那个人 他真的不明白他想要的是什么 因为耶稣无法为他提供财富 他甚至没有一个家 如果他想跟随耶稣可以 但必须要了解 他将会发生 生活在什么样的生活当中 马太没有给出这个人的回应 然后他的一个门徒 在耶稣面前说 他会和他一起穿过加利利海 但他不得不先去买赞他的父亲 我们不知道这个门徒 是否是十二门徒之一 或者只是另一个门徒 但无论如何 这一种的请求 对我们来说是呵护其理的 但这不是耶稣想要的 他准备好要出发了 所以他告诉这个门徒 跟随他 让死人去买赞他们的死人 这又似乎是一个奇怪的陈述 死人如何去买赞其他的死人 那事实上 耶稣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 使用了死亡这个词 第一个的词指的是 那些身体活着 但精神上死于罪恶的人 第二个的词指的是 身体死亡的人 所以耶稣告诉这个门徒 我正在教导那些 会使你在灵里活着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想要听到他们 就必须现在要跟着我 那那些不想跟随我的 而我教导的人 那他们 与使者打交道 马太为什么会为我们 记录这些内容呢 他的目的是什么 应该是要告诉我们 成为耶稣的门徒 是有代价的 那个时候 如果你想成为耶稣的追随者 你就必须跟随他 才能听到他的教导 这意味着 这意味着你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 今天如果我们想成为耶稣的追随者 我们也可能不得不放弃一些 使我们不能顺从福音的东西 比如朋友 家人 甚至工作 那么基督的命令是第一位的 其他的一切都是第二位的 这是艰难的 但我们必须服从 而能够成为一名基督徒 今天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就在明天继续 接下来的休息 希望大家到时加入我们 再见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